我覺得某種程度 柯文哲滿誠實的 雖然現在才2020 離2024其實還有三年多 可是柯文哲就直接講 我不只是想 我都自己有準備 這個他對照的是誰 他對照當然是周文燦 因為周文燦前幾天 有在一個網紅節目上面講說 我是有想過要選總統 不過你知道夢想 有時候都無法成真 所以我就打消念頭 感覺就是有點謠鬼 假設你 我覺得本來選總統 是一個很光榮的事情 能夠選上是光宗耀祖 為什麼要否認 為什麼要扭扭捏捏 我覺得像柯文哲這個表現就很好 大大方方承認 我就是想選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他要選 他2020本來就已經想選 只是因為陰錯陽差很多 那個時空環境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選 所以他現在一直在為2024備戰 老實講大家都知道 他成立這個民眾黨 本來就是為了他選總統做準備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就直接講OK的 只是我覺得他很有趣的東西 他有點誠實過頭 你知道嗎 第一個他剛剛講說 蔣萬安我可能也可以支持 這樣你能夠說服我 另外一種 甚至李柏伊問他的時候 說你2020為什麼不選 是不是因為選上機會不大 結果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他說其實他2020選上機會 比2024高 的確是 其實是 因為現在民調在江和日下 對 你想想看 如果2020 柯文哲真的有出來的話 恐怕選舉的結果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必須講 柯文哲其實我覺得 他至少在台灣的政治人物裡頭 他雖然是一個 雖然也常常講幹話 可是他有的時候 真的是心直口快 想到什麼說什麼 這一點我覺得 是值得台灣其他政治人物 向他看齊 是 如果你覺得 你對現在的台灣不滿意 或是你對你的領導人 不管是地方的 還是國家的領導人不滿意 其實我們台灣是民主國家 你可以用你手上的選票 把這個人給下架 所以要珍惜你的選票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誰 鄭文燦 鄭文燦其實這幾天 都一直是焦點 也是話題人物 怎麼說 因為本來大家一直以為 小英的接班人 或是要代替民進黨 角逐2024的人 應該就是賴神跑不掉了吧 可是看起來不一定 因為鄭文燦 雖然嘴巴裡面講說 我這是選手同事夢想 有想過 可是我已經把他打消了 可是他真的打消了嗎 我必須說 這怎麼可能會打消 因為前幾天蘇貞昌 是直接當的林家龍的面子 直接講出來 講出來就是說鄭文燦 就是未來的總統 要林家龍還要多加油 林家龍真的心裡頭情何以堪 然後他自己去上網紅的節目 自己也說溜嘴 所以我真的有想過 其實我覺得想過很正常 我之前也講過 我又最遠也想選總統 只是現在 現在也不這麼想了而已 你看蔡英文總統 乾脆直接講 外面媒體都在等政 他怎麼沒來 然後大家都想說 你是不是直接就在想說 你是要來選總統 所以在民進黨那時候 已經是一個公開的話題了 我必須說 當蔡總統直接拿這個 來當玩笑來開的時候 那個旗詞是不是也代表說 蔡總統自己本身也在處意 就是說鄭文燦 好像也是個不錯的接班人 這樣子我說真的 你讓副總統賴清德情何以堪 所以賴清德只能靠自己 他就只能慢慢自己布局 畢竟他是金孫 他還是有獨派在支持他 這個務實的台獨主義者 如果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如果說今天對上的是 所謂的另外一位金童 就是鄭文燦 到底誰有可能會勝出 大家都知道 小英總統非常喜歡鄭文燦 你看看鄭文燦 在選兩次桃園市長的時候 小英都是跑去幫他站台好多次 而且不要忘了 胖周瑜這三個字 是蔡英文取得錯 他把他當弟弟一樣的疼愛 所以才會出現像這樣的畫面 在9月16號的中場會上面 蔡英文就開玩笑說 外面的媒體都在等鄭文燦 阿燦怎麼還沒來 看起來真的就是對阿燦 鄭文燦疼愛有加 而且其他的人 當然也是跟著老闆呵呵大笑 卓紮兵就說 鄭文燦就是思想犯 想當總統 想當總統是思想犯 所以思想犯不乏 蔡英文還回答說 鄭文燦也有講錯話的時候 不過最後轉得還不錯 所謂轉得還不錯是說 夢想因為都很難達成 所以我把這個念頭打消了 你看看蔡總統 其實第二任才剛開始 有人就說要取而代之 通常以人性來說 會有一點小生氣 說我位置都還沒有坐任 你就會想要笑醒我的位置 可是他沒有生氣 是笑咪咪的 可見有可能是小英要支持他嗎 對 我覺得從這個態度 很難不讓人家去聯想說 其實他就是蔡英文屬藝人 他認為他是一個 就是至少比其他人來講 更接近他理想中 接任總統這個職位的人 這個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瞭解蔡英文的人都知道 蔡英文跟鄭文燦之間的關係 非常非常好 至少源源好過他 跟賴清德之間的關係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也源源好過他跟蘇貞昌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要如果要由他來選擇 他當然我覺得八九不離十 一定會選鄭文燦 鄭文燦確實在桃園市長 至少目前民調制度 相對的表現 看起來都是水準以上的 所以會屬意他一點都不奇怪 只是問題是 我一直很納悶就是 當初賴清德願意來坐 蔡英文的副總統 中間到底有沒有條件交換 到底你有沒有給賴清德什麼承諾 尤其是最近你們有鍋 就往賴清德身上甩 賴清德真的是有苦說不出 我真的覺得 如果說你們願意兌現承諾 賴清德這個犧牲是有價值的 就慢慢等下去 如果說到最後事情過事過境遷 時空環境又不同了 你再去跟賴清德講說 現在時空環境跟當時已經不一樣了 我真的覺得賴清德是不是 到最後真的是不知道欲哭無淚 是 既然一直提到賴清德 賴清德耳朵現在也很癢 我們就先來看看賴清德 賴清德現在是不是進退尾骨了 我們先來看看 其實他最近有成立一個 LINE的官方的網站平台 現在他在臉書上面 其實也常常貼文 昨天他貼了一個這個文 大家來看這張照片 本來是有點想裝可愛 因為他要宣傳 他的新的LINE的官方網站 所以他就在這個熊大前面 拍了一張這樣的照片 可是等等 真的是變得很奇怪了 他的文字只有寫說 在線快加我LINE 其實有雙關於LINE 結果很多人按讚 也很多人分享 可是我們來看看裡面的留言 居然有很多人說 為何看到熊大會想到桃園阿燦 天啊 阿燦 不好說不好說 然後又有人說阿燦是太子 好 下一次就鄭文燦了 輔怨黨全力栽培中 天啊 如果我是賴神 我真的是情何以堪 我今天在幫自己造之 在我自己的臉書上 貼了這個可愛的文章 可愛的圖說 結果底下一堆留言 還是提到阿燦 還是提到鄭文燦 怎麼搞得如影隨形 這個我覺得這個網友 會這樣去哭守他 我覺得也是很正常的一個現象 因為之前他跟蔡英文鬧得這麼僵 然後選舉的時候 你又突然直接185大轉變 然後去當他的副手 那現在又變成一個 沒有聲音的副總統 副總統其實是 最難挨的一個位置 你要嘛就是像呂秀人一樣 到處講話 然後被人家怪成是深功怨復 要嘛就是你像呂元祝一樣 一聲不吭 讓大家幾乎忘了你的存在 可是如果真的 你要做到像呂元祝這樣的話 請問一下你2024 到底要怎麼選 大家都已經把你忘記了怎麼辦 所以賴清德現在 其實真的很難 他一方面他要出席很多活動 然後讓大家看到他 讓大家不要忘記他 關鍵時刻要去講話 可是問題來 他上面還是有一個總統在 變成很多東西他不能講 因為要留給總統去講 那很多尷尬的問題 他也不能說 又怕破壞形象 又怕破壞黨內的和諧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現在的處境 真的他大概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預想到 現在是完全一個進退為股 不上不下的一個場面 所以我覺得要持續下去 要把他的能量重新累積出來 恐怕比他之前當個台南市長 甚至當個光感立委的時候 恐怕還要艱難百倍 我們現在要回來看看鄭文燦 居然現在鄭文燦的呼聲很高 我們再來抽絲剝繭 來分析一下他跟蔡總統的關係 我們剛剛有提到 胖周瑜這三個字 其實是外號是蔡總統取的 他不斷的稱讚蔡 不斷稱讚鄭文燦說 哇 阿燦真的腦子很好 過目不忘 其實我們也曾經去採訪過鄭文燦 然後也當場給他測試 他的確他腦子真的非常好 雖然他現在年紀也有點大 可是記憶力驚人 那2018年鄭文燦就說 這個蔡英文就說 鄭文燦讓桃園成為讓人驚豔的品牌 桃園也是2018年選舉主軸的最佳典範 因為鄭文燦的確在那邊其實得到蠻多 這個藍營的支持者的肯定 尤其是他撒了很多錢 所以吸引很多年輕的族群 從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 有一些年輕的夫妻 也會帶著小孩移居到桃園 因為他有一些很多的育兒的補貼 可以說是非常的成功 然後另外鄭文燦還記得嗎 前一陣子他的母親 這個往生了 他來這個有一個智商委員會的主委 誰誰擔任主委 就是蔡英文總統 這個也非常罕見 所以說蔡英文曾經講過說 他的核心幕僚圈 其實有人就這麼講了 如果蔡英文他要找人做事 他找誰 他找林景昌 因為林景昌是他的文膽 找他做事就對了 那發脾氣要找誰 劉建興 因為劉建興脾氣比較好 所以蔡英文有時候不爽 或是脾氣不好的時候 要找人罵一罵 發脾氣 找劉建興 那現在劉建興已經外放了 好 那重點來了 想尋開心就找文燦 這個文燦 阿燦變成了蔡英文的開心果嗎 這個感覺有點怪 胖周瑜的用途 原來是來尋開心的 這個聽起來滿奇怪 但是你剛剛提到 這2018年蔡英文講的話 讓我覺得有點異語成稱 為什麼 因為那一年對蔡英文是連任的 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那一年民進黨是大敗 他說這是選舉主軸最佳典敗 好像對民進黨來講 不是一個太好的一個訊息 但是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們蒐集了這麼多訊息 都是在告訴大家 鄭文燦跟蔡英文之間的交情關係 絕對不同於一般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說真的 尤其是接下來 因為他團員市長不能再連任 如果他有企圖性 要繼續往上的話 蔡英文是不是要開始思考 要怎麼樣幫他安排位置 不然的話 他的政治能量就掉下去 可能就沒了 所以大家一直在思考的是 今年底或明年初 是不是鄭文燦會來接行政院長 甚至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安排 比如說像陳菊一樣 去當中府秘書長 還是其他的東西 那當然這些東西 都要看蔡英文自己怎麼安排 可是我相信絕對不會錯的就是 鄭文燦本身是有企圖心的 蔡英文對他顯然關愛的眼光 也是很深的 所以我認為他對他的安排 可能很快 大概在明年上旬或中旬 我們就可以看到 是 其實外界很多在揣測說 學2024 鄭文燦還太早 他最有可能接的 他最有可能的下一步 就是接任蘇貞昌的這個位置 變成我們的隔魁 變成我們的行政院長 我們來看看 這個鄭文燦說 他其實對跟這個議員 有一些問答 因為有議員在逼問他 說這個市長 你的下一步到底要做什麼 鄭文燦說 好啦 有現在才有未來 這些人物要把握 現在為民服務 議員就說你這個是關槍關掉 其實我老實說 鄭文燦真的還滿關槍的 你問他什麼 他其實都打得很志士 很關槍 鄭文燦說 人生不只只有一條路 每個人在任期中 除非有特殊的情況 否則要做滿任期 當然你一定會做滿2022 你的市長任期 你一定會做完 那議員問他說 什麼叫做特殊情況 鄭文燦說 已經被錯誤解讀一次 不要再說第二次 不管回答網紅或是議員 主要都是強調 活在當下 不要預設什麼劇本 他真的很政客 其實我覺得 你看雖然他是用一種 自私回答方式 想要去撇清 可是他的回答還是露線 你知道 因為他特別講 已被錯誤解讀一次 不要再說第二次 其實特殊情況有很多種 你可能生病 可能我突然之間 人生規劃不同了 我想登陸月球 對不對 這個可以隨便講 可是你自己馬上去想到說 你又要我講選總統 你就是認為我去選總統 實際上你自己心裡頭 念之在之的 還是選總統這個東西 不然的話你可以隨便拿 所以我必須說 鄭文燦有這個企圖心 本身並不是壞事 人有這個企圖心是好事 但是你可以學柯文哲 柯文哲是你的榜樣 就大家方方承認有什麼關係 是 所以說胖周瑜 到底是要下一步做什麼 其實不管是黨外 黨內 就是全國人都在看 因為畢竟如果說他真的要選2024 如果他要真的如願選上 他真的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 因為他現在是56年次 那黨內 就是民進黨內的人士就是說 還是先做隔魁 再占大位 一步一步走 比較好 不過這條路不一定行得通 因為難題就是你什麼時候 可以接下蘇奎的棒子 那蘇貞昌他這個 因為防疫這件事情 其實做得算不錯 不過他的評價一般也都很好 他的強勢或鐵碗 正反兩方面的評價都有 有的人就是討厭他 有人覺得說你有魄力 那相對於蔡英文總統 可能有時候比較優柔寡斷 他是一個對照族 那很多人就說 因為蘇貞昌的地位很穩固 屹立不搖 如果他沒有辦法被換下來 那蔡英文怎麼辦 就必須考慮留守桃園或另詢他路 我覺得留守桃園應該不可能 不太可能 因為留守桃園 他在桃園到2022結束了 他要做什麼 還有兩年的時間不上不下了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會 提早開始準備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他不留守桃園 請問一下桃園萬一丟了 我覺得這個對他來講 是一個更大的打擊 是解分 對 因為如果說桃園 只有你在的時候才能拿下來 你一走開就被國民黨拿回去了 顯然他的能量就會大量而流失了 所以我必須說 鄭文燦現在其實也面臨不小的難關 是 好 我們今天文燦的下一步 到底是什麼 對 因為我剛剛提到 就是鄭文燦如果沒有辦法 找到一個好的接班人 在桃園把民進黨的香火延續下去 他恐怕會得到非常重的重傷 但問題是之前被他屬意的 外界傳的所謂的趙正宇 現在官司纏身 恐怕是沒機會了 其他人目前看不出來 浮上檯面的有 看起來有實力去接班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管對民進黨 或對鄭文燦本身來講 都是一個大危機 因為他們如果沒有辦法 想辦法在一年之內 趕快把這個人浮上檯面的話 未來國民黨要拿回桃園的機會 其實還滿大的 那如果國民黨一旦拿回桃園 對整個民進黨2024 都有非常嚴重的一個影響 而且其實2022就快要到了 2022如果沒有...